OK,在我们今天 共达互动的时间之前呢 先给大家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就是 两个星期后的共修 我要跟大家请假一次 刚好要旅行 也就是8月13号 或者是亚洲的8月14号 等一个周末 我们的共修会暂停一次 我下个星期的时候 会再提醒大家一次 OK,好 首先第一位朋友 他提到的问题 是尊时期的会解脱阿罗汉的禅纳基础 最少是出禅吧 OK 我发现到有好些同修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试着用以下这样的这个说法来解释 禅纳他达到了所谓的中期的原始佛法的发展里面 他开始公式化 他变成一个是具备有四个阶梯 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而且呢 他一定是要有某一些特殊的身心状况 那么你才能够符合 他的标准 在佛陀时代的禅纳 在佛陀他个人的教法禅纳呢 禅纳是一个 有机开放 而且是可以随着教学的需要 而有一个程度的变通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讲禅纳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姑且不去谈论那些细微的 在佛派在中后期发展出来的很多争议 这些是佛派里面 他们彼此不认同的 有人说禅纳是那样 有人说禅纳这个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就姑且不论 我们讲最大的公约数 也就是说 可以说是在原始经典里面 没有例外的 禅纳都会符合以下的这样的内容 那个内容就是 它是一个 你在出离预滩的状态 在你觉知预滩的状态 在你试着能够不以预滩作用的食物的状态 但是你仍然能够身心安顿 我们一般的人 他什么样的状况是身心安顿的 当他的浴滩的食物是没有间歇的提供的 好比说你现在你人坐在飞机上 长途的飞行 如果眼前播放的电影 但是一直都是好看 一直都是你喜欢的情节 那他们就不无聊 你就很大程度是忘掉难受感 你当下是好过的 那是时间是容易打发的 可是如果假设 电影不放映了 它结束了 或者是它放映的情节 是你不喜欢的 你不感兴趣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不安本位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坐立不安 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聊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 特别发现到原来你坐在机舱里面 是很不舒服的 等等的 那么缠纳是 你如果没有了欲界的食物了 你要怎么自处 你还能够宜然是自得 而且是高度稳定 你没有欲界的食物 你的当下是摆脱开无盖 摆脱开盖帐的 你是不会好比说无聊感 你不会有患散的状态 你不会自我怀疑 你不会想念着 某一种欲的境界 然后弄得心痒难糟 弄得好像浴火焚身 这个样子的 那个是禅纳的最大功能 所以严格的来讲 在佛陀的教学里面 你要成功的离遇 你要能够以中道的生活方式 达到离滩的目标 你一定要有缠纳的 那不是一个说 你的做工已经做到了几个小时了 你有没有看到光啊 你身体症状里面 有没有符不符合以下的那几个 打勾点 它不是这样子的 起码最古老的 缠纳的观点 不是这个样子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老师您好 这几年一直在听您的课程 并在生活中尽量绵密的练习 用您的方法化解预谈 特别是把性欲专化为能量 练习得很熟练 效果很好 近来观察到外界的人事物 不如意识指引发的称 能在当下意识到并进行处理 但是触碰到自尊 自我的挫败 引发的比较大的愤怒 不知道该如何快速高效的转化 OK 不好意思 忘了把这位朋友的名字 删除掉了 OK OK 首先 对于你所分享的 这个化解预谈的功夫 很替你高兴 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课程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那么固执的力量 你一直把它转化成为 好的能量 这是在佛法的修行里面 那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 一个功课 那你 做得得心应手 感觉到熟练 这是一个很可惜可合的事情 关于自尊跟自我的挫败 为什么会引发大的愤怒 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 你的那个自我的影像呢 太多的美感 你太容易 自我感觉良好 太容易浸泡在那个 自我感的美好里面 去看透 去看到说 我们所依恋的 那个自我 它实际上是很不堪的 我们自己心里面 想象的自己 跟外面大众 普遍的 看到我们得到影响 你几乎可以确定 是有很大的出入 我们一般的人 好比说 是不容易 觉察到自己的 口臭跟体臭 但是旁边的 他们很容易会受到影响 我们一般的人觉得 我们的这种任性 是一种很有个性的表现 是一种 懂得折善 固执 旁边人看到是觉得很讨厌 也就是说 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那个心里面的 那个所谓的自尊 你的那个自我感 它纯然就是你想象出来的 而且是在一个 很大的愚痴中 去把自己想的 那种样的美好 佛法的那个不静观 严格来讲 它是先修 针对自身的不静观 再修对别人的不静观 而且 你会发现的很好玩的是 你真的看到 这个你一直在贴付的 这个身心 它原来是那么的臭 那么的脏 它的流露出来的 那些个性 往往都是跟贪嗔痴 纠缠在一起 是那么的不可爱 你会自然而然的 浴滩就会降低了 这个就好像是说 很多的人他为什么当前 情欲高涨 他为什么会 那么的有兴趣 那么的有心情 要去追逐 像浪漫的感觉 因为他的自我感觉良好 也就是说 开舞会的那一天 如果你刚好 有一个特别 让你满意的服装 穿在身上 你早一点的时候 看到镜子里面 自己是那么样的 荣光幻化 那么样浮媚动人 那么样的风流倜傥 那么你在那个舞会的那天 就特别乐意 要去寻找一个伴侣 我们人的那种情爱 他很多时候 他是为了要 找寻一个绿叶 来陪伴自己这一朵红花的 所以同样的 如果说触碰到自尊 自我的挫败 你会那么大的反应的原因 那是因为你活在一个 高度虚构的 那个自我观感里面 OK好 这些是朋友们 所寄来的问题 对于在场的朋友们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好 上次老师说 我在谈求的时候 不要认为是 这种技巧 实践以后一定会有效果 要去逐渐的探索尝试 然后就这一点 就是 就后来 后来我就尝试的时候发现 就过去 其实一直有很多这种隐含的预设 就是对这个 就是身心现象里面 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有 就是一直是有 有选择的 就比如说 有一些我不太 就不太 就是 就是有一些 感受或者有一些 观念的话 从 就是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不自觉的 就会 就会想把它推开 然后以前一直是没有注意到 然后 就是一直是 一直有预设 说这种是不应该的 这种是 不好的 然后就自觉的去推开它 然后后来也发现就是 其实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 就是 一直在 就是背景里面运行的 就是有那种 感觉自己不好的这种情况 然后 这两种预设 加上就是感觉自己不好 就导致 平时 就是有很多这种自我拉扯 就是 既想让自己 就是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然后 也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什么 然后进展不顺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 就我不好 然后就是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循环 然后 认识到这点以后呢 就开始去尝试那个磁心 因为以前我其实对磁心的这个 就是接触 其实就是 就用的比较少 一直觉得这个没必要 一直觉得就是 反正比较忽视 然后 当时认识到说 就是开始尝试磁心的时候 就尝试就是说 把整个 就是身心 劲爆在一个 特别薄的一层 这种柔和的观念里面 然后 就是听老师在16年 讲的那个 就是磁心的课 然后就开始觉得 就是能够比较 就是比较 平和的对待身体 就是身心里面的各种现象 然后就觉得就是 就放松了很多 然后就是这两天的话 就开始觉得 就是前段时间只是说是 这样用这种 淡淡的柔和 把自己包住以后 是身体面 身体面有很多这种心 过去隐含的这种感受出来了 然后 到昨天的话 就开始觉得就是 就是 那个想 就这样 就一点跟今天讲了 讲的课比较相应 就是 很多这种想也是 就是被那种 就是 污名或者行驱动的 以前的话 就只是说 我知道这个想出来了 这个念头出来了 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就是 当我处在这种 平和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 就是能感觉到 这个想也是 被那种行驱动的出来 然后他出来以后的话 那个注意力就会去 不自觉的去注意这个想 对 你如果心里面对他 有多降一分的认知 知道说他是驱动的 你就会多了一分 对他厌力 那个感觉说 他是更加 不值得依恋的 更愿意是超越他 嗯 是的 就是 但是我就我今天 我现在有点想问的是说 嗯 就 嗯 就是后面一直是这样吗 一直是说 对这个想保持艳离 那个 他的这个下一步 就是 就是那个更高的 这个 就是 层面是什么呢 你说 超越了享受更高的层面 就是什么 对 因为前段时间 其实 呃 就是当我处在这种柔和 这种单单的磁心里面的时候 啊 心比较宽坦 然后我 我是尝试说 是什么 尝试是说 把这不断的把它导向满足 就是知足 对 嗯 然后当我 就现在的话 就是 呃 这种想 就是 就刚刚才在听课的时候 我就 我的感觉是 呃 身体很 很舒服 很很就这种 很轻松 很柔和 然后呢 那个想出来以后 那个头上会感觉到 一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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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就是 我对这个紧一紧一紧 也 也感 就是也用这种比较 呃 柔和的 这种 态度去注意他的时候 就是让他在这种柔和的包裹里面 就是 升起和灭去 呃 像就是 嗯 像你啊 呃 听到关于此心的主题 然后会有 类似的身心的反应 哦 这往往就是说 你还可以 采用更多的 这方面的治疗 它的一个症状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你的身心 它会出现 舒服 哦 跟 磁心的主题相应 这往往就是他眼前 他所需要的疗程 所以你可以 你你接下来可以做的时候 多做一点 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 这个磁心 这个功课 哦 特别是给那些 呃 我们说 我们姑且这样讲 说历史包袱 特别沉重的人 他可能 过去留下的伤痕 他有可能他 我我并不是指你个人 然后我是讲 其他的人有一些 特别偏执 不懂得感恩 特别的僵硬 的这样的这个个性 那 特别的那儿的 怎么 我没有听清楚 哦 就是特别的这种 是书呆子 就是比较 关注这种道理和理论 不太关注这种 就是情感 不一定是 是书呆子 就是说 他特别在情感 这个区块 他可能有 破洞 他可能有 受伤 然后 我见到很多的人 他 常年的听闻佛法 为什么一直不能相应 因为他不是以一个柔软的 虔诚的 感恩的 知足的 欢喜的 类似的这样心情 在听闻佛法 如果你是以一个偏执的 不感恩的 仇恨的 背负着过去的 这个伤痕的 这样的心情来听佛法 那效用会很特别的低落 所以如果你需要 你就应该多花很多的时间 做这方面的 疗程 那个包括 像如果残修的人 他很容易产生出自我疑惑 他很容易会 觉得自己不够好啊 批评自己啊 类似像这样的 你要么 你就应该要特别针对性的 去对付 一概 这个概章 要么就应该是 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培养 像知足 感恩 慈悲 等等的 这种心情 那是特别的有帮助的 然后 你刚刚早一点提起 你分享的这种 修行的态度 那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态度 我自己以前 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实验着 缅甸 那个地方流传出来的残法 那 缅甸的残法呢 它因为它是一个 特别的 依照阿皮达摩 所以呢 它给人有一种 正面跟负面的印象 那正面的部分就是 你看每一个里程碑 交代的清清楚楚 你开发内观制 到了第一几阶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你开发缠纳 会有哪一些 身心上面的改变 那你可以 自我认证 也可以找旁边的老师 给你认证 你这个已经到了 第几关了 你接下来 要朝向哪一个 目标继续前景 听起来是 给 一般的人 觉得说 啊 这是有希望 这个是有一个 既定的一种进程 很文扎文打的 但是我们如果 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这样子的系统 这里面有很多的 自我暗示的内涵 我见到很多的人 他们在打坐的时候 说啊 看到了这个身体里面的 这个 看到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 脊尾 真的是他看到的吗 真的是他看到 还是是说 因为那些老师 因为这个教团 他不断的强调 这个观念 他不断的给你暗示 你要看到这个才对 然后你有这种 先入为主 强烈的 期望 甚至希望说 能够证明给 自己的同学 证明给老师看 说你看我打标 所以他看到 我对于这种 你如果做了A 你一定会得到B的结果 我一般是 比较保留的 就是说 我比较会更静观欺骗 甚至于 很多人认为 佛经里面讲的 这个四禅 这个八定 他一定是要按照 什么样的程序来 开法 我觉得那些特别的有 法行者个性的人 特别喜欢 有特别有实验精神 特别有科学精神 他会发现到 在实际的身心环境里面 如果你 冰除掉成见 你只是尽量 如实的去看 你身心是什么变化 常常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跟你的预期 跟那个你之前 你理论上所学的 往往是不太一样 那我讲了这么多 有一个希望能够 对你有用的一点 就是 我们当然也不是说 抛弃掉 这些理论上面的 这个东西 觉得说他们是 一文不知不是 而是说 纯粹 只是把他们 当做 参考 然后乐于 跳开出那个框架来 直接在你身心上面 去实验 包括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有这种 先入为主的观念 认为说 无色界 的定径 它一定是要比色界要高 或者是高深的 多少多少 它一定是难度要更高的 你如果能够抛弃掉 这样的预想 你能够 比较自由的 去 引戒 这个无色界里面 一些元素 带到你自认为的 所谓的色界产 里面 修行的话 你很多时候会有 让你惊喜的发现 然后关于 是 关于那个磁心的 的这个 部分 我想这应该不是 那种问题了 但是 我是觉得还是值得 提醒一下 其他 可能在听的朋友 那就是 佛教的文化 佛教给人的形象 就是 人家讲说 你是吃素的 这个吃素的 这个通俗的话里面来讲 就是你是一个浪好的 很多时候它是有这样的意外 它是一个贬义词 你如果你跟人家讲说 我不是吃素的 意思就是说 我不好惹 或者是说 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 佛系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 好好先生 其实在 佛陀的教法 还有佛陀的 那个表现里面 他对于 好好先生 这种文化 他对于 富人这种文化 他经常是批评 而且不只是 佛陀 这个是 那些很多当代 特别有高成就的 心理学家等等 他们都 说 那种 为了服务他人 然后不懂得 保护自己的 界限感的 这样子的好心 他实际上对你的健康有害 对你的人际关系是有害 所以我们要记得 说我们在修学慈心的时候 不是一味的让自己 走上了所谓的 佛系的道路 而是 练习 如果让内心没有 皱纹 放下没有必要的包袱 让你对于世间的苦 是敏感 是柔软的 让你对于世间的苦 一直处在 容易了解 然后你能够把那些 与苦无益的反应 包括愤怒 包括抱怨 包括不原谅 统统跑出脑后 知道你也统统不是该讲 明白 就是在 在修辞心的时候 其实有 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 以前 我感觉经常就是像那种 像是一个团体里面 就是 心 心像是领导一样 然后身体像是一个执行者 或者是 下属 然后过去经常就是像 心是在 指挥身 就是身体 或者说 就是让身体去做什么 然后他们之间 其实是有点分离的 然后前段时间 我有有一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 就当我用 当我处在自新的时候 就我感到 就我突然感觉到 就是 呃 就是 我要对自己说是 就是身体上 这个不好的感受 其实不是问题 然后现在这种情况 需要我们不断的 就是就一起从 这个心和身的层面上去调整 然后来改善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觉得就是 哦 身体上有身 有有有这个问题 我要 就是用那种蜷缩 或者就是 呃 就是推开的方式 去跟他相处 然后 就这样 就是这样想以后 我一下觉得这个身心 那种统合感 就特别的 就很强 然后 刚才老师说 那个界限感 就这个的话 就是 就是 就不像 就是说不是 当那个赖好人吗 然后 这点的话 就是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 呃 就是 呃 就是 讲讲完这些的话 就我觉得 最近一年的话 就是之前的修行 就特别像是一种 就是 猪八戒吃人生果 或者就是像 那个爬山的时候 特别想立刻到山顶 那种情况一样 就是 当时有什么问题 赶紧想把这个眼下的问题 给解决掉 然后最近 就是 一段时间就突然开始觉得 就是 嗯 那些大大致的轮廓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 就是我 我我可以静下心来去 把某 就是呃 里面很多的这种 每个区块都好好的了解一下 去就是呃 把过去那个缺到缺少的这种基本功给补上 就是 磁心 其实就是 在我 我我开始就是这样做以后发现 就是其实 就单单磁心里面就有很多 很多方面可以去练习去尝试去展开 嗯 这样的话 后面的这种 就是呃 在修行的时候 其他方面就不会觉得就是 总是有的地方是 嗯 被忽略的 或者就是呃 存在缺憾的 是的那个我们甚至可以把基本功 然后用以下的方式来表述 那就是说呃 注意力全都放在移除掉五盖上面 你与其讲说基本功等于磁心 你不如讲说 任何需要针对性治疗的五盖 你都 不容忍他 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最干净的一朵把移除 这年包刮了 你可能要移除像称称慧 所以必须要采用磁心 为了要移除移盖 你必须要用磁心 我们一般的人呢 他是长时间浸泡在盖胀里面 然后他已经培养很厚的脸皮 他的敏感度已经很低 他那个容忍度很高 他实际上是一直活在隐约在担忧 隐约在生气 隐约在抱怨 隐约在排斥 隐约在自我怀疑的状况 他不知道说要把这些东西丢得干干净净 我们处理五盖的方法要怎么处理 根据佛建教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不要允许他的存在 用最短的时间整理出 你能够越长时间 完全不跟五盖为五 越好 一发现他 不容忍他 马上剔除他 然后这是非常棒的基本功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你人就会快乐 你就会有开始很容易就会开展缠纳的生活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啊 那个最重要的 最有品质的快乐 他不是一个你另外 要去获得什么的东西 而是你只需要 移除掉你心里面的这些 这些障碍 这些在阻碍你享受 阻碍你放松 阻碍你修行的这些因素 你把它剔除得干干净净 你就会快乐 你就会活在宪法乐主中 明白 老师刚刚说的这一段话 对我就是很受感染 老师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老师您好 就是刚才您提到 那个自我观感 那个至尊优越感的 然后我就 我要是生起这样的烦恼 我就会去做一 那个老病死 无偿这个警觉 这个学念 然后会让自己生警觉心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会在另外生起一个 意念三果圣者的那个心 就我想到 三果圣人他没有这样的心 然后我想到 我这样的心 就是有一种惭愧心 然后生起惭愧心 和警觉心 我也觉得能削弱这个优越感和那个 就是虚荣那种各种心理 是的 你这样的讲法是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讲法的 严格来讲呢 我们要对峙 这种粗糙的自我感 除了修不静观 还可以修静观 那理想上是这两个可以双观齐下的 不静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以为啊 你发脾气的那个样子是好帅啊 好有个性啊 你在控制的别人 别人在被你这样唬得一愣一愣的时候 你心里有快感 但是你不知道那样子好丑啊 这是不静观的部分 那什么是静观呢 那静观是它的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你刚刚所讲的 去模拟着圣者的心境 还有另外一种静观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种高级的自我感 来取代这种低级的自我感 你认为是这种人家抵触你的自尊就发火 这样的那个自我比较庄严 比较美丽比较英俊 还是是人家来抵触你的时候 你是如如不动 你是超越 哪一个是更美丽的 哪一个是更庄严的 那个小狗啊 它在发情 在比赛喷尿 在尿那个墙的时候 它们也是自鸣得意的 它们心里面是觉得 哇 我好行啊 你看我的尿可以喷得那么高 我们在旁边 我们以一个所谓的比较高等 比较优越姿态 来看它们 就要发囧 这是一个 对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想象说我们要轮回 变成了一个能够把尿射得特别高的这样的狗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吗 我们觉得哇 那样的轮回太棒了 我迫不及待的要变成这样的一只狗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子想嘛 但是那个会被人家抵触 他的自尊就产生出那种恶意敌意的反应 他就是那么丑陋 然后他的静观 我是谁 我是那个 我不会被这些东西动摇 我是天神 类似像这样的 对啊 我想到那个 如果山果人呢 看到你眼前跟你敌对的 跟你争斗的人 他都不会理的 都不惜的去费那眼力气 跟那么那样的人去争辩什么 连话都不用讲 以前的话我还说几句 然后现在觉得 就是不需要了 就是那个在山果人的心里面 他们就是看到这些 就是浮沉掠影一样 就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什么重要的 是的 很多的人以为 以为说好 有人诽谤 有人批评 这个一个禅修者 然后这个禅修者 你刚刚讲的例子说 一个三国圣人 他无动于衷 其实他这个里面是有 还有更深的一层的 我们像我过去 我也是对心理学 特别感兴趣了 然后特别留意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人格失调的 各种症状 各种精神的疾病 然后如果说我们周遭 特别是如果有 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亲人 他是有人格失调的 那是一个很麻烦 很棘手的事情 一般的人呢 他只要说自己的父亲 或者母亲 或者是配偶 或者是一个 跟你近距离住在一起 有人格失调 你差不多 你整天就要被这人 搞得焦头烂 你要跟他讲道理 他会跟你硬掰 他会用这种 曲解现实 欺骗 用 这有一些英文字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 有gaslighting 各种的方式 来跟你 跟你这样子 耗你的经历 那你遇到这种 人格失调的精神疾病 你要用什么样的智慧 如果他来跟你 那个歪理 你应该怎么跟他回应 最高明 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跟他交流 你甚至不要跟他辩论 你不要试着说 你要说服他 你不要跟他讲 是你错了 明明事情是怎么样 因为你遇到这种 人格失调的人 他会 他 他 他会 没有任何的 反省的能力 他会继续的 把你变下去 那这样的痛苦 就没完没了 所以你说 不理会 不参与 他真的是一个 很高明的智慧 对 因为我了解人的心理了 他没受过佛法的训练 他那个心理 就是惯性的 这样坚持下去的 对 就是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 就是扭转他的惯性 这个惯性 我们需要那么多的修为 才能扭转一点点的自己 何况对方的一种惯性 我就已经看了 看了很明白 他在做惯性的时候 没有别的办法 然后就像圣者一样 高高地看着他那种感觉 对 是的 然后 然后我还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吧 有一个自我高级 在七星之地的时候 你就真的不愿意理会了 那之前我觉得 为什么愿意去跟别人争斗 然后 你以为是自己 没有喜乐 这七星之地 对 就是好像很无聊啊 就是找一个事情 就会发火 就是找一个事情 就会投射 然后心里 现在觉得心里有高级的地方了 就不想 就觉得 真是浪费我元气 就是很 爱护自己那种感觉 是啊 你如果看到一只狗 它在对着那个墙 在比赛喷尿 你会要 跟着过去跟它比赛吗 你说 我要 我要 对这只狗 给它 给它一个下马尾 给它教训 教训 不好意思 我还用那么粗俗的比喻 但我觉得 这个比喻是很恰当 你如果你去跟恶人争辩 你就像是在 跟那个 那个 喷尿在 在 那个定位地盘的 那个狗 在那边比赛 你看 我 作为一个人 我还可以喷尿 喷得比你更高 你看我够厉害吧 你去跟恶人争辩 就是 像刚刚上述的例子里面 那个人那样子 那么的无聊 是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的目标的话 就很清晰了 就是像您上周讲那个 祈祷 提到一个 我就是一直对自己 有一个祈祷的目标 然后我就是一直那个 六水念 我做一个祈祷文 就是因为心里 常常在给自己 做一个 尊胜的祈祷 就会觉得 看到外面的事情 那个兴趣就不 不关注了 就喜欢关注在自己的 这种 那个祈祷文里面 对 你看我做这个祈祷文 是这样的 就是我 我就是早晚课之前 我都会给自己 这种想 我要与真我之光连接 活在圣光之中 我已经归于三宝 依佛陀的教导 实践八正道 我是佛陀的儿女 普贤菩萨 为我摸顶 天神是我的同伴 我是信行者 法行者 犯行者 我是信戒 诗慧 活力 具足者 然后我已为自己 做守护之良 一切伤害类众生 尽退去 愿我得三宝 及天神的力量加持 常住无量心解脱 常住光明平安喜乐中 身心安稳 无畏 这是我 我自己做的祈祷文 真没力了 这是非常好 这个 要能够 让自己的恶业消除 我们以前讲说 最高明的办法 就是你彻底的 跟那个记忆改变关系 还有另外一种 你如果一时之间 你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刚刚讲上书的那一点 那就是 透过你刚刚讲 经常跟这种心境在一起 虔诚的心 这个虔诚的心 它里面包括了谦卑 它里面包括了崇敬 它里面包括了那种 鼓舞自己 要向善 要去恶 等等的 用这样这个方法 那你就能够让你的恶业 越来越干净 让那个心里面 会遮蔽你的智 会扭曲你行为 这方面的力量 越来越削弱 对 就是我们这些 过去这些 不好的 这个种子 眼头啊 还是很重 然后我有时候 升起的时候 我想到我的祈祷文 因为这里面都是正念 正思维的 没有浴滩的 然后都是与高级 高级天神 或者是圣人的心境连接的 对 这时候我 身体惭愧心 然后那个烦恼 也好笑弱了 也没有那么多称恨的 对 滋养自己的心灵 这又属于正念的 自卑里面的 是的 是的 那能够 能够这样子的人 然后 有天眼的人 他就会发现到说 他居然走在黑暗里面 他的身上的那个光啊 是会让那些 比较不好的生灵 感受到这个光的时候 他们都会自残心灰 他们都容易退去 这种东西 听起来是很悬 但是你如果你的心念 经常的都是跟这种 干净的 这个念头在一起 让你自己内在 充满了 勇敢 充满了虔诚 充满了精进 充满了平安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 随念的方法 我有的时候 如果心里起这些 恶念呢 或者惯性的 我也会想到您说的 我会失去光明 我想让自己发光 就是 因为我是为了美丽 而修行 那个也是一种动力 我觉得 我会越来越美丽 越来越发光 如果我要去训练的时候 我马上就变得 丑啊 黑啊 就是老啊 我就这么想 对 这是一种高级的我慢 这是一种高级的我慢 这个就是 为什么那个五不还天 那个近居天里面 有一个天 它叫善线天 那人家看到它的形貌 人家看到它的光亮 别人都会怎么样 都会得到感化 光是看到你的人 别人就会得到启发的 更何况你开口了 对 那个二十八成天吧 我每天就是 这个名字我会 就是背着很熟练 我对二十八成天 这个天明 善见天 善线天 涉旧今天 从那个四天 那个四天王天到那个 飞飞想出天 就是二十八成天神 我也作为 呃就是意念吧 意念天神的名字 是的 这种喜悦感 是的 但是有的人说我这样 好像不像佛弟子 好像有点 就是呃就是 共天神 不用管一般的人怎么想 然后就是现在的 佛法是很衰微的 所以一般的人认定的 什么叫规矩 什么是正正确的 并不一定就是规矩 并不一定就正确的 我的我的感想是觉得 呃 佛法它对于 就算是所谓的外道的天神 它都是有一种融色性 就是说好 你的这种行为呢 呃 可取的地方 我包容你 啊 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让你变成是佛法的 护法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继续教化你 这佛法它对于 其他宗教是一种 纯粹就是 如何导引向更高的法义 这样在融色着 这些所谓的天神 他也他也不会说 啊 你们就是外道 你们就 他也不是用这样的心情 他这里面是 对于他的行为模式 可能有不认同的地方 可是他不认同的 对应的方式 通通都是有建设性 嗯 就是有一个学原始佛法的人 他说你这样一念天神 然后我还有点灯的习惯 就供天神 他说你这不是佛地使 好像原始佛经 就是没有这样去教导你 然后我也没讲什么跟他 呃 但是我觉得这样共是一种 天水念的喜悦 我并没有贪求什么 就是喜欢这样人结 哦 那就可以 你自己晓得 这是不是一种借进去 哦 还是它是一种天水念 自己晓得这样就好 嗯 对 有 是 那我知道了 哦 然后 老师 您刚才讲那个行灭者实灭 我也想到 就是无明灭者行灭 然后 呃 我们平时 我们以前 就我以前做那个不死之心 那个 方法的时候 他用在多用在是五蕴上 然后我想到 用在原体上 其实他就是在明上 转为不死之心 在无明上转为不死之心 就是明 那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说 以那个 比如说我们无明哈 以自我意识 呃 自我这个意识和自我感受 来看待这个行的时候 嗯 那就是 就是在固执和聚集 这个苦的急 这就是 那个无明 然后如果我要是 以不死之心 为立足点的话 然后来面对这个行的现象 那就看这个行 就像浮沉掠影的 这样的溶解 这个 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苦容解掉了 所以我想到这个 不死之心 他用在五蕴上是非我的 然后我是不死之心 也可以用在这个 呃 原体炼这个 对 是的 然后 你 我们检查说 我们看他浮沉掠影 哦 不是只是安于说 哦 他们是空性 这样一节目 而是说 能够去政府 你对他们的激情 你对他们的美感 好 这个是 这是更高的导向 所以不是只是说 哦 呃 他们是这个 如梦幻泡影 然后就 那就结论了 而是 这个东西如果导向 政府 你对他们的爱 你对他们的激情 你那种习惯性 那种糊里糊涂就参与进去了 那个爱好 那个关心 对这东西变得更警觉了 更不愿意跟这些 呃 无明灭就行灭嘛 你一样是说 那个浮沉掠影 他灭掉之后 他就是行灭 就是苦灭嘛 所以就是他不敢 不仅仅是看他们是浮沉掠影 而且是 那个无明灭 就是我 对 就让他灭掉 他的目的是说 那个他影响他 就是 此故彼的那种 对 此故彼的关系 是为了这个 然后 就是 我就 我就意思就是说 在无明 就是无明 无明 原形 这支 可以下手 因为你讲 今天是 行 原 是 这个支 然后我说的是 无明 原 行 这个灭 我觉得 正好会跟那个 不死之心 对应上了 要不之前我还 就觉得 哎呀这两个怎么对应上 我现在就知道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还可以从那个 诗原 名社下手 呃 就是 你看平 就是我们那个 诗影响 名社身心 效应 所以我就想到 你讲到那个气氛 我就想到 那个气氛不就是 名法吗 然后如果我们内心 一直培养这种 喜悦呀感恩知足 这个气氛 它就直接影响 这个名社 这个 六路处 这个效应 所以这个气氛 以前 我不太 就是没太重视 现在我觉得 它是简单 一行的这种 名法 带动 带动这个设法的 产生效应的 就快的这种 我现在就知道了 一旦有这种 意识的模式 它成型了 那么它就会有 跟这种模式 相应的身心环境 跟这种模式 相应的概念啊 触感啊 是它 要去寄托的地方 它要再去 投身的地方 对 就是那个 现在我对原体 就是知它 就是有 就是比较深刻了 就是 诗原名社 你这个事 然后影响名社 它就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们经常 制造出来 一种效应的 那种气氛 它直接影响 那个身心 直接影响 这个设法 然后那个 触 触原 触原寿 也是像老师 讲的一个 解脱门 我们触的时候 就用这个 无作触 无怨触 这样的 无所有触 这不就是触灭 则寿灭吗 就是改变触 就现在 缘起这个 每一枝 它俩互相影响 那个作用 然后我把 就是之前 你讲的那些 残修方法 都能一一带进去 看看是哪一个枝 在灭哪一个枝 哪一个枝 在影响哪一个枝 是的 每一个枝 它的关系 你通通都可以 把它打开来 它就 它都已经包含了 整个十二缘起 在里面 光是五米缘起 这里面 已经都已经 含长了 整个缘起 光是这个 四缘明射 你含长了 整个缘起 都在里面 那是我 针对我不同的 烦恼 就是比如说 我这个 是妄念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 无明缘形 就是不死之心 绿组点 然后我就 一样的行灭 然后我要是说 昏沉 或者是不感兴趣 那个身心 是不是很乏力 很就是疲劳 然后我就马上 就是十缘明射 我就把意识 制造一个 高昂的兴奋 气氛 或者喜悦 然后这时候 身心就觉得 精神起来了 这就是 我利用它这个 知和知 互相影响作用 此故彼的作用 然后我在哪一次 下手 我就能调动起来 它这个 之后这个相续作用 因为它是 必然性的 然后那个触也是 我要触到什么 我想空触 无作触 就是六入触 那个元寿 就是把这个 此故彼这个影响 然后当作一个口诀 就是自己 总提醒自己 因为我想到 它灭它就灭 它起它就起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谢谢你分享 好 谢谢老师 好 您好 我是 刚才听到就是 上一位前有 他那个论问题的时候 您回答的时候 突然就是 我之前有一个问题 想问 也就是一直 这个就是之前困扰我的 我刚因为他提问 您回答 我突然就把这个论问题 给想起来 就是 您刚说 我们在那个 陈修的时候 要尽快地去 那个 迷出五干 对 比如说 当我们去接纳五干的时候 我们其实 领约的又对这个五干 本身产生的 成熙 所以它又可以 加强这个五干 我们就说 怎么样在产生中 有没有一种 确实的指导思想 我们怎么样来综合地处理 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 人家三小人 两个移除 你看 我们这样子讲 我们几乎每天 我们都要大小便利 我们要移除掉 我们大小便 我们要移除大小便 一定要用称心 才能够移除大小便 才能够把大小便 排出自己的身体 不需要 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 那个称心的意思 它是指 它那里面有一种 会压缩你内心空间 那你可以去 检验 你可以检验说 你要剔除 你的五干 你的这个 驱动力是智慧 还是称心 我们不能讲说 我们要去除什么东西 那就一定就是一种 称心的表现 那还得了 你要剪指甲 那你就称心的表现 你要剪头发 你就称心的表现 你要刷牙 你居然敢去除掉 你的牙构 你这样是不是 对牙构起成型 对就是 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 我和那个 皮革药的 自己的那个 五干里面的某一部分 就是当我想去除 它的时候那种 就是我想去除 它的那个心 然后和 我该本身的那种 吞吐感是非常强烈 就是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 原始佛经 然后它跟 当前流行的 南传 上座部佛教的禅法 有很多地方 很不一样 这是其中 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当前南传的禅法 你听到 可以说大部分的老师 都会跟你讲说 哎呀 不要批判啊 只是观察啊 好 原始佛经不会这样子讲 原始佛经是 有一些状况 你必须要观察 不批判 有一些状况 真的是需要你评舍 接纳 可是面对五盖 佛经给的建议是 没有例外的 你要移除它们 而且要尽快地移除它们 不要妥 佛陀的态度 对五盖绝对不会说 哎呀 你有御滩啊 你就容忍它 不要对它起称心啊 对玉坛培养器友善的态度啊 不会这个样子 所以 五盖啊 你如果你容忍它 它会变成一种惯性 它会降低你对它们的敏感度 它会降低你对它们的危机意识 你如果你能够不要容忍任何一点点的无聊感 不要容忍一点点的患散 不要容忍一点点的自我怀疑 等等等 你就会变得很有力气 你的心就会很光亮 就会很平安 你的禅定的力量就特别的少 所以再一次就是面对五盖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 用最短的时间不要容忍它 去剔除它 那当然你这个剔除的过程 因为你就要发怒 你要迫不及待净做那些没有建设性的 那你要再调回来 是不是 我们说就是说从这个态度上来说 我们需要尽快地要那个 要去剔除五盖 但是从这个实际操作上来说的话 就比如说贪圈 那个工程 然后 然后一些这些 我们具体操作上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指导思想 你看像那个 讲那个对峙五盖 最详细的经大概就是真知部里面的经典 他的说法就是说不要容忍它 最快的时间剔除掉它 然后每一个这个盖 你可能采取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作法 好比说面对一盖 你要怎么样 你要有决断性的贯彻 你动作 有决断的有贯彻的动作 来排遣掉那个自我怀疑 排遣掉那种犹豫不决感 你遇贪盖 你必须要排遣掉这个 你想 美感 你如果你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不容忍 不允许五盖的存在 你的心会变得很舒服 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在容许着五盖 所以它在背景一直隐隐约约的在作祟 但一般的人已经习以为常 实际上它当下是不舒服的 它当下是不安定的 它总是在背景面有些微的担忧 它总是在背景面有些微的好色 在对某一种情欲的情境在那边向往着 你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剔除的干干净净 一点时刻都不允许他们有 他们就会怎么样 他们会被你饿死 好 他会 因为你没有一直给他加油添出 你没有一直在习惯性的在 给他这个煽风点火 他们久而久之 就会越来越不在你心里面有机会立足 你会知道说五盖 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好的谢谢 OK好谢谢 我下次遇到就是每个确实的五盖 如果全部不了的话就再去 太好了那会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的一个 谢谢你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今天的课是 我第一点就是您刚才说到提出五盖 迅速的 不忍论它 顺速的 剔除它 最可说的识别它 这点的话可以给我力量 我自己有这个明显的对比 就感觉到 还有一点 就是我自己 就是没法 没法知道 就没法把握的另外一点 就是 我会在就是某一些 就是凑圆 就是接触一个外境 接触某一个底的时候 就 然后爆发出一个 习惯性的行为 反应模式 然后 自己也没法掌控的那种情况 是 对 是的 首先 首先你在听到这样的法 听到 要即刻的对峙五盖 完全不要容忍它 你能够有这样的正面的回应 那是很好的 那表示说 你有足够的智慧 你知道说 这是修行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会特别的把它提出来 然后好 你刚刚讲到 你遇到境界了 你爆发了 怎么办 我们以前我们一直讲 修行 最简单的 做法是要在上游修行 不要等到 那个水已经流到中游下游了 意思就是说 你要防患于未然 你不要 你那个豆子才刚刚发芽 你就把它 拔除了 你不要让它已经长成树 长成灌木 长成大树 然后你要想办法 把它连根拔起 拔不动 或者想办法用锯子 想办法用挖土机 同样的 你如果你在日常的时候 在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在打扫你内在的环境 你很小心来打扫 所以你的心是 一点点都不跟称会相应 那么你如果说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了 来恼怒你 你认为你会那么容易的发脾气吗 我们人为什么会发脾气 因为你已经处在那个 有点温暖 有点准备要发火了 你那个按钮啊 已经是突出来等着给人家按 你按下去 你那个腿就这样弹起来了 实际上啊 你看一个人 我们举一个例子 很会查颜观色的小孩子 他知道说 爸爸今天这个脸色 我最好讲话要收敛一点 我不要随便开大玩笑 因为他那个脸色就是怎么样 准备要发火的脸色 你只要再给他一个触发 一个多一点点的刺激 他马上就爆发出来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内在 他因为背景隐隐约 一直有担忧在骚扰着你 所以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小孩子跟你讲 哎呀妈我的工作怎么怎么 你马上就陷入担忧的故事 你已经在提供一个温床 让那个这些细菌 一接触到这温床 马上他就大量的反应 所以一开始你就应该要 长时间的 把你的环境保持的干干净净 预防着 让你的这个身心环境 不要有机会 跟外在的境界 触发 有那种互相回应的那个机会 把你的那个用功是放在这个地方 不要是 哎呀每一次我都 跟我先生吵架 我都忍不住啊 你说你老是在哪一个关口修行 你就一天到晚都活在罪恶感里面 你都已经 雪球都已经积累到那样的地步了 那个都已经开骂了 然后你才讲到说 好我现在我要临时的悬崖勒马 你都已经浴火焚身了 然后你再讲说我要悬崖勒马 太困难了 是的 喂 是的我在听山泉 嗯嗯嗯嗯嗯嗯 是的 是的 是我 我也可以了知 那个平时的功夫还是不到位 然后呢自己 嗯 我现在也许会 我会 自己有评估有对比 然后就会 评估对比 我会去做一个这话 是 让他说 山泉我 我平常我听到朋友跟我讲说 啊 我功夫还没有做到位 哦 嗯 我也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啊 我们不必要 老是觉得说 哦 我要怎么样的咬牙切齿 更 用力 我才能够到位 而是把这个过程 真的是理解为 一个在丢弃包袱的过程 你如果能够绵绵蜜蜜蜜的 不要跟担忧相处 对担忧是零容忍 那是一个多么愉快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说 哇 你有没有做到到位哦 你怎么一直都在失败中哦 你还没有够努力哦 而是你换你的心情 想说我要是我能绵绵蜜蜜蜜的 不要担忧 我要是能够 恒长的 我内心都不产生出那种 没有建设性 自我怀疑 你怎么会想 我可以吗 我很笨呢 我打坐很烂呢 我佛法都听不太懂呢 你完全移除掉这个 心里面就只有 只是在老实的贯彻着 什么是有用的 一点力气都不耗费在那个 会让你自我怀疑的 那是有多好的状况 向往着这样的状况 享受着这样的状况 而不是只是想说 我过去我一直都没有达掉 嗯嗯嗯 是的 是的 谢谢你的份 OK 好谢谢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跟老师说一下呢 我最近这两天呢 我就在体会到老师以前说的 那个 要这个平衡 这个感觉啊 因为我 因为我感觉到那个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人家 别人 就是我的意义 我有点心烦 心烦呢 然后呢 我就 有点 sad的感觉啊 然后我就马上就用了 那个 这个 就是说这个 想啊 就是 因为我是比较sad嘛 然后我就说 那么我就提振自己的心境啊 让我自己有这种喜和乐的感觉啊 因为我觉得就那个气觉知里头不是有责法觉知 然后喜觉知乐觉知啊 然后再贫 没有乐觉知 有喜觉知 没有乐觉知 有乐禅知 哈哈哈哈 对 哦 这是 我这个 概念总的说不好 嗯 然后有贫舍嘛 因为我当时比较sad的时候 我当时想贫舍 好像我做不 做的我觉得好像 好像我做的很不好 我就觉得贫舍 哦 我就接受了我这个 好像sad 我觉得我很难受 然后那我就想着这个让我自己喜哈 嗯 嗯 然后突然想到了这个 老师讲的这个 好像 就是相当于说 不同的想 能够起到不同的作用啊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 刚才老师又想那个静观哈 哎 我是佛陀的女哈 然后呢 哎 我是站在一个高高的上面哈 看着林阵底下这些人哈 哎呦 怎么怎么怎么哈 就是一团东西在造作哈 哎 我就让我这心里就是比较开心一点哈 因为我就感到有点喜乐 我现在就在想 呃老师您说的这个 嗯 是不是其实我们从在七嘴之上呢 可以就是这种是不是叫做责法决之 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的状态 然后你挑选怎么样让自己呃嗯 提振 比如说大概提振的时候提振哈 如果你特别信任的时候 那么你就让他呃平平 让他平缓一些哈呃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我在认为了 这责法的范围很大的 他里面包括了呃 诊断自己眼前是什么问题 这也是属于责法 诊断的问题之后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峙 这也是责法的部分 区分分那个方向感 我要离开什么 我要进入什么 好比说我要离开玉滩 我要进入离生的喜乐 这也是责法的部分 要怎么离开玉界 要怎么能够进入到离生的喜乐 好那也是责法的部分 所以这个责法就是这些 跟你的抉择 跟你的分别 在使用智慧这方面是有关联的 啊啊还有就是说 我想我说一下就是那个担忧哈 对啊那对于担忧呢 那我好像我我我分析了 我自己哈 我觉得好像如果活在就是活在当下 就是说将来已经就就就不可靠的哈 然后其实就是活在每个当下哈 那过去都不存在了 然后那个不卡在过去也不卡在 不不想将来也不想过去也不对 现在卡在现在哈 就带着解脱意向的这种方向来的活在当下 对我就是解决这个担忧问题好像比较来的比较快 因为有时候一想 你有一个担忧的想 然后马上就就说 哎 咱们你现在在这里哈 就是就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你去说在想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要要对对质像担忧等等的盖障哦 还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对 像你刚讲的 它是有一点类似 无所有处其心来对质担忧 还有其他的对质担忧方法 好比说 心念柱的开发里面很多是处理担忧 你如何的能够把担忧感觉成为 它是一种内在的咒纹 一种内在的用力 然后你能够平复掉这样的咒纹 能够认知到你是如何的 在你的心的层次上面在皱着眉头 那个皱眉头是要用力的 然后把这个内在的皱眉把它抚平 有很多的方法 你看看哪一种技巧对你是有用 一个好的一个七星之所 它可以让你甚至是长时间一直待在里面 然后它就已经在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在预防着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有一种 就是说比较良好的自我感的话 对这个担忧也是挺好的 对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 对 是的 是的 你如果说你要有修行有很好的资量 你不要等 你不要说平常你都那么不注重的品德 那么的不注重良善的自信心的培养 你一开始的起始点是如此的糟糕 然后你直接跳到说 我不要担忧 因为你平常你是一个 在过着如法的生活的人 然后你真的你是不会欺骗人 你对待所有的人 你都是同样的真诚的 你都是诚恳的 你都是不会去算计别人 不会去占人家便宜 从来没有存在害人的心 然后经常有事没事的时候 你的随念 看到的自己都是那么的 尽管这个肉身 它是如此不堪 但是你内在的平德 都是一直在增上 都是在跟那个世间最值得赞叹 连那个连圣人都会动容的 那样的境界 是在跟他们站在一起 是跟他们同一队伍的 你如果你平常 你是自我的感觉 是如此良善 You are comfortable in your own skin 英文讲说你 住在你这个臭皮囊里面 你也是住得很舒服的 然后你要从那样的基础 再进一步 再去做更精细的功夫 你的障碍就会少非常多 所以那些有一些禅修者 他是苦行生 有一些禅修者 他是乐行者 那乐行者就怎么样 他禅修的过程 他就像天神一样 从乐进到更大的乐 这是最理想的修行方法 可是不是所有的禅修者 他都有这样的资良 他都有这样的智慧 他都有这样子的基础的 有的人不得已 他只要是像苦行者一样 内心里面的自我的观感 是扭曲的 是黑暗的 是污秽的 可是他是尽着他的力 堪忍 对质着 看能够拖着这样的一个 丑陋的这个自我的观感 能拖多远就拖多远 就是我感觉 其实日常生活中 其实人是应该喜乐的 这样的话 你在那个禅修了以后 禅修 理想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你特别有福报 Alice 所以你能够这样子讲 对很多的人而言 要强调喜乐 是要求太多了 他们现在应该要强调的是 如何堪忍 如何能够熬过去 这很多的人 他的禅修的主要内容 是这个样子 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就现在比如说我前两天 我都觉得我好像是不是有点 就是真的 我有点高兴吧 不是我高兴 可是我就挺happy的 那我就想把他说 不要这么快 就是心跑出去了 好像好 就是说 happy的时候 那我就想让他 就是pacify 让他慢慢的平静一点点 有时候我好像就 这么困扰了 我觉得 就困扰了 我觉得 好像没有loss 就是 就是好像 好像我有点 你可以从以下的这个角度来 来实验 然后 不要把快乐 不要把喜乐 理解为说是 你另外去加添的东西 你要如何的去制造出 产生出喜乐 不要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 而是说 我如果把不知足感去除掉 这里面有喜乐 我如果把担忧去除掉 这里面有喜乐 这是一种更神力的 更不照做的 培养喜乐的方法 如果说你剔除着担忧感 你还是没有喜乐 那该怎么办 你要剔除无聊感 你之所以你剔除掉的担忧 你还没有喜乐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还有无聊感 你心里面还有其他的盖障在 你盖障如果真的剔除掉 那个本身就是喜乐 你如果你以为你盖障剔除掉了 我脑袋就空空的啊 这也没什么喜乐啊 那个就是那还是一种盖障 那是一种无聊感 那个是不知足感 那个是你 你有冷漠 那个是你有 心里面可能在期盼着 要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是这一些盖障在让你不舒适 在让你没有幸福 对老师 我想跟您探讨一下 就请教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有一群人 他们大家一起出去走 如果还可以 然后就大家说说笑笑的 特别很开心 我可能比较俗 然后我就 大家说的嘛 就是不是像禅修人家 是那样子的乐 好像是挺心心的 就是说色戒禅 色戒禅有的那种禅 但是我们就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说话 也不谈论别的事非 也不什么 但是就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和我这种 就是禅修的时候那种乐 我比较了一下 就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 但我就是在想 老师那我 我比如说 我能不能再跟别人在一起 那么开心啊 我现在有点就是说 看我自己做错了 是不是那样不太好 就是有没有引起浴汤 还是 还是就是对我产生不好 对我解剖不好 然后还是 所以我们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谈天说笑 要小心我们讲话内容 不要是跟浴滩有关联的 谈话内容 不会是那种鼓励着 三风点火浴滩的那样的谈话的内容 一般世俗的人在一起 他很容易会好比说 讨论着 哪个人类多漂亮 多性感 或者在夸耀着自己这方面的历史 或者是在 倾诉的他这方面的求不得苦 哎呀他都不理我 我这方面都得不到 就你跟其他人谈话 只要不要是那种会增生盖帐的话题 然后能够谈笑逢生 那都不是坏事的 在佛法里面 他都有那种朋友跟朋友相处的乐 但是我们不要让 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让你犯戒啦 让你忘失掉的念著啦 就连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仍然坚持着 不要以说是非 说小道消息将八卦为乐 你可以 你可以 有其他的东西在欢乐 坚持着一些原则 嗯对对对 我们一般就说那个天气好啊 然后那个风啊 然后比如说山西没景啊 什么的这些 那可以 你如果是太过的风华雪月了 只是讲有无关痛扬的天气等等 他隐约还是有旗语的嫌疑了 这种不善语里面其中有一种叫旗语 叫idol chat 没有没有利益的话 风华雪月的话 那种那种为了要 哎呀我们两个人在电梯里面 大眼瞪小眼好尴尬啊 然后我得讲一讲话来 填补一下现在的这个尴尬感 然后就讲一些无关紧要不关痛扬的东西 那里面隐约是有其余的内容 所以所以我们 是的是的 那你可以留意嘛 你说好 我讲这个话 我要制造的那个氛围 我是不是在启发 在鼓励 在安抚 在治疗 在安忍 等等 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你 会经常处在 你嘴巴打开来了 声音发出来了 它都是deliberate 就是它是在一个你智慧的导向 你刻意的要营造出 这样的一个有益的气氛 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中发言的 对对 比如说我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我跟朋友一起爬爬山 然后就说一些开心的时候 然后其实就 是一种治疗 我觉得就好了 对是 你可以给自己一些训练 比如说训练自己 看看能不能够 都不要抱怨 就没有建设性的抱怨 他们通通都不说 有建设性的批评可以说 这是如果它是actionable 意思就是说 它是可以造成你事后的 这个修正 造成其他的人更大的警觉 修正 这样批评它可以讲 可是没有利益的抱怨 都不要讲 我现在只是给你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可以在很多言语上面 就提高更多的警觉 你留意你的言语 你就是在留意你的动作 这是佛陀 它训练禅修者的最基础的课程 就是你要观你的行 要从哪里观 从你的言语开始 你是怎么在讲话 我只要从你跟朋友聚在一起 你放下你的心房 然后你是无拘无束的状况的时候 跟朋友聊天 我听你那个内容 我大概就知道你这个人 修行到什么地方 其他都不用多讲 我不用听你中观为室的哲学 发表多少 我就是听你跟人家讲话的内容 你讲话的方式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产修者 那老师其实就是说 没有建设性的就都要去 对 经常的锻炼自己的智慧 在分别着 这个有没有帮助 这个有没有建设性 没有建设性 我跟你讲 尤其是一般的世俗的 passive aggressor 攻击 威胁 贬低 然后要 为了要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所以刻意的爆料 传播阴谋 这个 这种 这里面都很多杂然动静 练习让自己宁可是 流露出一种 关怀着的 温情的沉默 不是冷漠的沉默 然后都不要 不乱讲话 一直锻炼你的智慧 智慧会因为你越锻炼它 它就能够越厘清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明白了 好的 谢谢老师 好极了 在今天结束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 两个星期后的共修 我们会暂时休假一次 那是8月13号 8月14号 那一个周末 如果你是在 像美洲的地方 那就是8月13号 如果是在亚洲 那就是8月14号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希望所有的与会者 祝福平安 我们下回 再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